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这些政客的嘴脸 搞到全球的经济非常的混乱 全球的局势也是非常的混乱 不管是先从普丁打乌克兰开始 再来拜登的火上加油 现在他也不希望说 我觉得他可能也希望把普丁拖垮 但是就看欧洲他们怎么去调 再来拜登最近又重开另外一个战线 当然就是要针对中国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其实很多的东西 尤其是当政治人物 所讲的话真的不要去相信 政客效力都是藏刀的 等他们露出了真面目 有时候你看起来真的都是蛮真灵的 他们只为自己的利益 甚至只能说为了自己的选票 自己的权利 就像说在股市也一样 很多人会跟你说技术分析 指标软体 但是其实你说最近的盘 你指标软体有用吗 我想你自己应该很清楚的 这些反正指标软体哪会有用 对不对 一天大跌一天大涨 然后上个礼拜是大涨 这礼拜大跌 昨天又破底 今天又跳空开高 那很多人就这样子巴来巴去的 甚至昨天很多 我想很多融资的断头 很多的融资被迫的出场 不要说散户了 法人也输钱 甚至连大户也输钱 我会跟你讲股市的真实面 你看别的老师的节目 大概每天都是大赚 做多也大赚 放空也大赚 昨天一定是放空大赚 好厉害 你看我的指标的软体多厉害 赶快来买 今天一定又说 哇做多大赚 对不对 反正就是把散户当白痴 因为散户就是这样 散户看节目也不会很认真看 大部分散户看 看多顾老师的节目 大概就是今天看一下 明天又看一下 可能又隔个几天看一下 反正这个老师如果很有趣 表演得很厉害的话 他们就觉得他真的很厉害 就像说我有个朋友 蛮有趣的 其实是朋友的朋友 是我的朋友跟我讲的 他前阵子看到电视上 某一位老师在讲中砂 那时候大概在150几块 其实他那时候听我的话 他有那位朋友的朋友 听到我朋友跟他介绍中砂 那时候他买70块 所以他也是报的 他都没有卖 所以他报到150几块 他有一次在电视上 看到有一个老师 在讲中砂 150块在讲中砂 因为那时候中砂很强 那个老师反正每天都是讲 不一样的股票 每天都是讲强的股票 反正散户都笨 对不对 我今天都是讲最强的 他就跟我的朋友讲 那个老师好厉害 他会讲中砂 我的朋友就跟我讲 我说你看着吧 过一阵子跌了他就不会讲 你看吧中砂跌成这样 他就不会讲 反正 我是觉得啦 每个人做任何的事情 他都会有一个后续的效应 或者说我们人家讲的报应 你要去骗 就像我要去学那些人骗 不难嘛 我每天都讲不一样的股票 每天都讲掌底满都可以 但是何必要做到这样 对不对 我常讲你说真的当头顾老师 要很简单 真的可以很简单 我每天都去追涨停就好了 空头的时候每天都去 在放空杀跌停 追跌停就好了 每天都可以表演嘛 买得到买不到你家的事情嘛 对不对 会员我也不关我的事情 会员买不到你怎么办 反正我抗讯都发了嘛 明天如果跌我就全部砍出来嘛 对不对 反正会员死了一批 还有下一批嘛 散户输不完的啦 对不对 前中华民国那么多散户 对不对 输不完的啦 也骗不完的啦 但是 说真的啦 你要这样做 也是损害自己啦 我是觉得 对不对 出股票 尤其是你当一个分析师 我是觉得 实在一点啦 盘不好就忍耐嘛 对不对 就像昨天大盘大跌 我想我昨天的测标是什么 期货正价差 我会不会告诉你 这盘其实是机会 这盘你说真的杀得太过分 对不对 国安基金不知道在搞什么 甚至有人还跟我讲 国安基金是不是在放空啊 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大家开玩笑而已 对吧 我讲难听一点嘛 对不对 你看人家韩国 日经昨天都没破底 昨天日经有破底吗 没有啊 昨天韩国也没破底啊 昨天大陆 美国要打大陆 人家大陆呢 连拉了几天 都没破底啊 只有我们政府 我们的国安基金 说要护盘护到破底 那也是真厉害的 那也不觉得给他鼓鼓掌嘛 真的是 算了 反正他们要选举 他们自己加油吧 我只是告诉你 这个盘当然 对不对 第一个先看反弹 第二个 你们要看未来的产业 哪些产业 还可以再往前走 哪些产业反弹完 你要卖掉 这就是 现实的操作策略 就像说 为什么我常讲 我说 我要一直讲IC设计 就是IC设计 绝对是电子的领头羊 除了台积电 联电 上游的 金元代工以外 IC设计 绝对是电子股的领头羊 因为 它是最上游的 它的毛利率也最高 它的股价表现也最活泼 所以你看到今天 大盘涨 对不对 IC设计 很多都跌深的表态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告诉各位 不要杀低 这边是最坏的状况 但是也是最好的机会 对不对 你看今天很多的涨停 很多的大涨 除了你说创意以外 为什么 对不对 我创意是要挂低低的接 前阵子 我也是很好心 我跟你讲 对不对 这边我告诉你 410几 我看好创意 我持续的看好 涨到600块 每个都在讲创意的时候 我告诉你不要追 全中华民国只有我这样讲 对不对 我不知道美国要制裁他 我只是觉得说 短线上他涨多而已 但是真的 没办法 美国要制裁他 就蹦蹦蹦了 跌了三根下来 跌了三根下来 今天还跌了 代表什么 代表说 这边筹码是有松动的 当然他们也会被影响 影响性 你要看 我是觉得创意还好 世心当然也是会有 你看 突然创下来投信就认赔了 所以我常讲 不要傻傻的以为 投信买股票 就是会长的保证 很多老师不懂产业 只会看报纸 只会看投信有没有买 每次都追在高档 对不对 做投股老师有那么简单吗 做股票有那么简单吗 尤其今年非常困难的环境 去年你说随便乱追 去帮忙锁涨停 你都可以赚钱 对不对 只要你不要买得太高 今年都不一样 今年股票是超难做的 但是 你说产业改变了吗 没有就像台积电 台积电的法说告诉我们什么 虽然 高阶的制程 有些延迟 但是三奈米它还是很好 因为台积电还是遥遥领先 对不对 再来呢 成熟制程 也是非常的好 就跟前阵子我告诉我会员的 成熟制程还是非常的好 对不对 那代表什么 代表车用 是很好的 车用电动车是很好的 所以你说台积电的高阶的制程 或者电动车 5G AI这些会改变吗 不会 没有改变 绝对没有改变 只不过这边遇到一些小逆风而已 那你如何 对不对 去把握住 或者说克服 这就很重要 是不是这样讲 就要说2303连电 这一波有可能 连电跟立基电受贿 为什么我说会受贿 因为毕竟 美国打压大陆 当然 大陆如果说扩产不顺利 比如说中芯 比如说长江存储等等 做D-RAN的 金元代工的中芯 对联电的威胁就小 对立基电的威胁就比较小一点 所以联电这一波可能 会弹得比较强一点 但是呢 切记 弹得强一点 不代表说它很强 好不好 它只是反弹得强一点 不代表说它很强 你这东西你自己要记得清楚 就像说致远 对不对 为什么前阵子 我在这边跟你讲 致远就不要玩了 全市场只有我这样讲 每个还在讲致远 对不对 不敢买创意就只敢买致远 结果你看嘛 创意那时候我们买在412 对不对 我们买在412 那时候致远多少钱 那时候致远是260 现在致远跌到多少 跌到120 腰斩在 少掉一半以上 对不对 但是呢 创意呢 我是让你在600块跑的 从400块到600块 这就是产业 不同的东西 你要懂得做的东西不同 大盘就算不好 强的还是强 所以 我说这一波连电可能会谈得比较久一点 但是不代表 连电 逆积电 你要一直跟他怎么讲 你要非常的看好 你要一直留 这句话我还是先讲在前面 我想全中华民国没有人会这样讲 但是你看我的节目 我会告诉你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就像那时候连电60几块70块 每个人都在讲连电好 连电棒 看100 对不对 你从早上的早报 到盘中的节目 到下午的头顾的节目 到晚上的财经媒体 专业的媒体 每个都在讲连电 六七十好棒啊 只有我告诉你 该跑就跑了 连电我没有看那么好 对不对 崩下来 没人讲 那现在变得我在鼓励你 我说这边不用跑 但是弹上来你要跑 会弹到哪里 当然要看价量 你有连电的也都欢迎你来找我 对不对 很多股票高涨我都叫各位跑 区东IC 300块 跌到现在增加多少 今天涨停98块 升三分之一 好像很多会员来找我都是 卖在260吧 260-270吧 你晚一点来找我 还是卖在260-270 但是产业嘛 这边是乱涨的嘛 这边是爆发户嘛 一堆人傻傻的乱追嘛 这边就回到比较真实的嘛 你了解我的意思嘛 股票是这样啦 超涨的 对不对 你乱追的 你只要不要追到高 你会赚钱 但是如果倒霉的 对不对 听了不懂的人 不懂产业的老师去乱买的 又买在历史的高点 那那就没办法 谁叫你要看他的节目 对不对 有人的节目很有趣 有人讲话很耸动 有人还有美丽的主持人 天天在吹牛 对不对 天天在吹牛 一直买在历史高点 太多股票买在历史高点 那真的也是 破全中华民国的记录 反正人家会经营网路 有很多网军嘛 很多暗战部队 甚至还会 对不对 把不利于他的言论封锁 其实真的耶 我不知道耶 你既然如果开放流言 你还把 对不对 那种封锁掉 真的是也是蛮厉害 然后都是留暗战的 捧他的 那些都是假的 那些很多都是网军嘛 花钱买来的 不知道啦 我觉得真的 为了赚钱 为了做生意 可以厚颜无耻到这种阶段 我真的觉得也是蛮厉害的 这就是人 其实一样 人家常讲 一样米养百样人 对不对 真的 其实 像我到了这个年纪 真的 我小时候也是很单纯笨笨的吧 也只知道读书吧 对不对 真的 你到了出了社会 当兵 当兵就开始看到 社会的黑暗面 尤其是当官的黑暗面 你看到那些当官的 对不对 为了升官 狗腿的跟什么一样 对不对 真的很正常 当官的那种官场的文化 看到长官 长官好 看到小兵 就跟老大一样 就欺负小兵 当官都这样 很多啦 很多当官都这样 就很黑暗 出了社会 当然也是很多的黑暗面 对不对 黑道啦 白道啦 什么道的 都一样 真的 有些人就真的 不知道啦 我是觉得 真的有缺钱吗 你说有些人真的有缺 有些人很有钱 可是他还是想要 骗更多的钱 无所不用其极 对不对 甚至笑里长刀 真的耶 我跟你讲 很多人每天跟你 黑暗面 很有礼貌 很谦卑 甚至很客气 或者讲的甜言蜜语 那种你自己就小心一点 我只能这样讲 很多东西你自己要体会 就像头顾老师也是一样 很多人会表演 天天掌停板 支支掌停板 对不对 每天都这里转 那里转 那里转 不知道转在哪里 都很厉害啦 对不对 真的啦 想笑一笑 我们这个行业真的有时候也是笑一笑就好了 因为这个盘没什么好讲的 反正就先办法吧 真的喔 有时候 如果到我们老的时候 不想做的时候 就写一本头顾回忆录 真的你会看就会笑死 真的也很厉害 对不对 做期货的 哇每天都赚 到底在赚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你看他的抗讯也看不懂 我看他的会议也看不懂 他的抗讯 他也可以说他每天都赚钱 涨也赚 跌也赚 对不对 有些做期货的也很厉害 对不对 什么转折都可以赚钱 哇这边买 这边放空 这边买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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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又放空 这边又买进 这边又放空 哇做期货的也每天都赚 赚500点赚1000点 有啊有这种老师啊 太厉害 散户都喜欢这样 散户都容易被骗 为什么 贪心 就是两个字嘛 贪心嘛 你被骗了 你去穿人家输了 输了一屁股 你就不能怪别人了 你就不能怪别人了 你是可以怪啦 但是你有时候也是自己怪自己吧 你就贪心嘛 对吧 一天不动一天怎么样 你手痒 做股票的时候 有些人就手很痒 所以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啊 我只能告诉各位说 真的啦 你要做你还是做比较一个波段 看着比较长一点 像说现在期货是跌的吧 跌27点 不管啊 人涨那么多 其实你说今天台北股市强嘛 也不够也不算强啊 对不对 我们讲白点 本来还涨400点了 竟然还给我收 还收个上影线 真的蛮丢脸的 人家韩国 对不对 人家也是大涨 人家都没破底 还大涨 对不对 日经也是一样 大陆更不用说 人家也是拉得很凶 台湾呢 对不对 太多鬼了 我只能说太多鬼 国安基金也想赚钱 官股也想赚钱 当然希望散户杀一杀嘛 我讲难听一点 对不对 每个看到融资大减 昨天散户断头很多 对不对 融资又减53亿 破底 很多融资断头 很多人毕业了 其实很多主力 很多人是很开心的 为什么 这些人活该啊 那没办法 股市就是这么现实 就是这么残忍 很多小白去年以为很好赚 对不对 应该今年都输光了 今年应该输光了不少 不要说小白 连很多大户也都输钱 为什么 因为今年 真的这一波跌得太凶了 我只能说真的 这个拜登太狠 普丁当然是坏蛋 但是 更狠的一定是拜登 那当然他为了选票 他为了什么他们的 美国至上 对不对 这个现在还没有人能够 跟他们抗衡 但是 你要 你要这样子搞也会伤到自己 也只能说他 对不对 就看你们怎么做 但是我个人是认为 我是相信 不管你这些政客怎么做 长线的东西 比如说电动车该成长的 还是要大成长 AR VR 5G 对不对 甚至低轨卫星等等 这些东西还是会起来 甚至连机器人 AI等等 这东西也是长线的趋势 它是不会改变的 不会因为你拜登说什么 做什么 而去改变 那我们只要买什么 买最好的公司 买最强的公司 我们会赚钱 你把我这句话记起来 任何人跟你讲什么 技术分析 任何人跟你讲有的没有的 真的啦 都是在呼嚨 都是在吹牛 如果你能体会 你应该是 在股市里面更近的一步 如果说你不能体会 我也只能祝福你 就像说你 喜欢看那种天天掌停板的 天天大赚的 多也赚 空也赚的 那我真的只能祝福你嘛 对不对 你就去啦 看看会不会好一点 但是如果输了一屁股 输到没钱 也不能怨别人 好不好 这个盘就等到一个大反弹 这个反攻的气势 跌得太深了 对不对 本来就是该反弹 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欢迎你来电 不要追高杀低了 好不好 也祝各位超多顺利 赚大钱 明天再会拜拜 态中文字幕 白天 成功 未经许 既成功 感谢观看